你看爸爸一直在哭 现在就雨停下来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昨天晚上我一下子我都没有睡 眼睛干闭一下 然后他又开始 哔哔哔哔哔 然后就玩口水 玩了一晚上 看完他的口水你睡你的 这三四点钟了就没有睡意了 一晚上睡着吧 这段时间太多网友问我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搞什么东西 网友也很贵 我现在在搞什么东西 越来越远 渐行渐远 问你什么时候在雨 这个东西也困扰了我很久 我一到个晚上 我睡着早的时候 我就想一想什么时候才可以 恢复我们的自由之身 才可以重新雨 其实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事 其实这个事情是 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有个家庭 那个宝宝之后嘛 如果要带着宝宝一起出门旅行呢 像这么小 都爱哭又爱闹 一到了晚上 小朋友没有休息啊 大人也休息不好 白天开车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分心 比较容易出问题 所以我也考虑到这一点 嗯 而且到了一定的时间的话 我们也不要带宝宝去打疫苗 就是不能说在外面要往事回来 在外面可以打的 其实外面是可以打的 就是到当地 每个地方都有社区嘛 到了社区那边之后呢 跟对方解释一下 就说自己是外来务工人员 这个东西我也是在网上学的 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之后 一般都是可以 接种个总量的疫苗小朋友的 然后看病这方面的话 肯定是没有家里面这么方便 毕竟一方是一部阳一方人嘛 可能满北方呢 这方面都是有一部分的差异的 工具也犹豫了很久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应该用多久的还是要出门旅行 毕竟这已经是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生计来源了 如果我不在外面跑 不在外面赚钱的话 可能找到以后成长呢 还有日常花销的一些费用啊 所以在朋友眼中看来 我们这公司好像挺好前亮丽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压力还是很大的 所以又可以比较自由吧 又可以到处玩 其实这个行业对于我们已经有家庭的人 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我们想监控好家庭 但是呢又要维持一个生计的情况 很多 有很多东西是被迫的 一路得已的 有很多事情 很多决策是被迫的 是迫不得已 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这也不奇怪吧 也不止我们两个人 就是全中国 全天上很多人都是老婆在家里面带小孩子 然后难得就出去外面工作 在外面赚钱养家 不知道是不是拍视频的原因啊 宝宝一拿出相机他就不抠了 啊刚刚闹的 差点把我的脑子都搞晕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收入吧 因为我们每年基本上都是会把收入给公布出来 然后给大家参考一下 毕竟做这个行业还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行业 有很多还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代从业的人 他们观察这个行业之后才会考虑要不要做这个东西 其实什么时候做都是有的做的 只不过说是个人来说 对于一些比较年轻刚出来的创业的朋友 是媒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没有太多的成本 比较自由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是现在年轻的一个创业首选吧 但是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 最近我们所遇到的一些瓶颈 特别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所遇到的一些瓶颈 我们这次媒体其实是不太顺利的 比起很多人来说我们算是一多三者 走了太多的弯路 别人一出来就去一些非常有争议的这段去拍视频 比如说到国外什么越南啊印度啊尼泊尔啊 还有东南亚地区一些比较偏远 比较落后地区去拍摄这些视频 因为他们是有争议的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富有的地方 你像什么欧米地区富有的地方是千片一律 而落后的地方呢 是千千之百态万几千红的 非常好看非常有争议 但是当时我们选择的是国内的旅游路线 每个月的消费在最低的三千块可以上 还不止 而赚取的收入呢又非常的有限 因为国内大家基本上已经玩腻了 也没有什么新鲜感 但很多比较有想法的小伙伴呢 很早就跑到外面去拍视频了 也很早 他们就跳过了我们这个阶段 可以用最少的投入 获得最快的成效 就 我们算是有很多时间过分 所以你就会慢慢走过来 但我们发现 好像找到 找到那个 比较从事的 有些方式的时候 又遇到疫情 对啊 就没有办法再继续 走那些东南亚 那些比较小的 排斥的那些事 当自己在国内比较稳定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又要了宝宝 其实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没得生的 没有生育能力的 有宝宝这些事情我也很意外 我也很喜欢 真的 我当时我是觉得我没得生的 在青海那时候 你不知道我去检查的时候 那 那护士啊 因为金手静脉曲张嘛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男性疾病 那护士 因为老的护士 带着一大坡 大概七八个年轻的护士吧 都是你的 围着你的 围着你的那个核桃 就是团来团去那 感觉不太好受 而他们 他们当时有比较 繁琐的话术跟我说的吧 就感觉是非常的严重的 但是后面还是 但是后面力气还是怀上了 我也有点欣喜悟狂的感觉 不沉那么远了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最近一两个月的收入吧 为什么我们去一下 吃饭时间出去 也跟这个收入是息息相关的 毕竟还是要养家独口 没有办法兼顾太多的文明形态 这个有点理想照亮现实的感觉 这个就是 今天头条的收入 不应该吧 反正 这几天也才200块钱 算是非常的寒酸了 30来块钱 90来块钱 有时候 就宝宝的尿布都不够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平台 它的封城 这个月才299块钱 每天也就10块20块30块吧 嗯 中上手术 现在我们的工资 其实之前还是没有扣税的 扣完税之后 一个月差不多3000 3000来块钱 这样上的一定是我得税 800块钱以上的就要税 扣完之后大概也就3000来块钱吧 两个人平平下来 还有宝宝 一个1000块钱 不错 还可以 之前也有个网友 轻事淡淡的跟我们说过 我们这个行业是非常赚钱的 也很有前途 嗯 就罗列我们的播放量来算吧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 大概一万播放量有多少多少块钱 一万播放量二三十四三五十块钱 反正他算下来我一个月最少要有 一两万块钱 我当时我差点就信了 要不是我看了一下我的账户 我差点就信了 以前确实也拿过这么高的工资 甚至更高的时候我们都拿过 一个月五万块钱以上的 我们都拿过 但是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自媒体的平台永远是 自媒体的平台永远是不那么稳定的 也不太可能稳定 最近很多原创的东西都是 需要你不断的创作 我们不可能一直有很多新的输出 然后后面的一些新人进来的话 他们的视频可能会更新鲜 更新人一点 而且对于平台来说 新人往往是带有一个比较新的视角 比如说换了一张面孔 换了一种想法 换了一种自己的生活方式 那对于平台来说 他就比较愿意推崇一些新人 然后新人老了之后呢 又再换一批新人 他可以让这个平台无限期的 让观众呢有那个新鲜感 那为了你有不断的新鲜的输出啊 但是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国内也就这么大的一片地方 很多那些比较贫穷比较弱 不要说是比较先进的地方 基本上没什么人看 就算是那些比较贫穷比较落后 然后比较多奇形怪状的事情的地方 也已经有很多人在拍 而且各种各样的主题 各种各样的拍摄方式已经层出不穷 基本上国内已经拍的七七八八了 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 无非就是换汤不换药 换个人说同样的脚本而已 关于我的出发时间呢 我还是觉得要再 关于我的出发时间呢 我觉得还是要跟力勤再商量一下 毕竟他们现在还在坐月子 已经二十来天了吧 差不多就一个月了 等一群跟宝宝出了月之后呢 再做确定 我自己也不想一个人走 但是带上宝宝 按照现在的条件是不太允许的 我甚至想过很多种方法 可以把宝宝给带上 一家人 一家四口人 再带上洋芋 在路上边吃边玩 已经不太可能 我那个房车呢 住四个人是非常够呛的 然后可以 从这个地方 提前找到下个地方 然后呢 住一个套间 对吧 或者住一套房子 大概也就一千块钱左右 可以在当地深度游 这样子可能还比较合适一点 如果每天带着宝宝到处乱跑的话 特别是上高原那些地区 我担心会对他的身体的发育啊 各方面会有一定的影响 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再三斟酌吧 我同时想兼顾家庭跟事业 是一样的难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想玩权利允计 像现在我们的收入的话 是完全智商不使在家庭里面的开支的 更别提宝宝以后还要除处啊 上学啊 还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的一个氛围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到的事情 我觉得这么年轻 可以奋斗还是要多奋斗体验吧 等宝宝再长大一点之后呢 或许再等宝宝长大一点之后 会做考虑 好了 先这样吧 希望我们视频的视频 关键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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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